我有一个无敌的空分系统 每次考试都只考90分 本想一直都低调的空分 可一场全校突击考试打破了我的计划 学霸只得了50分 可代表和学习委员更低 但我依然的将分数精准的空在了90分 没办法 我摊牌了 我就是传说中的空分狂魔 文睿同学 求求你 救救我们三中吧 三中是你的母校 三中是你的家 而你更是三中的希望 是三中全体老师的希望 你可万万不能起我们不顾望 校长 你冷静点 有话好好说 三中怎么就需要靠我救了 我也不藏着眼着 实话跟你说了 你应该也知道 我们三中近些年发展不好 被一中二中压得抬不起头来 但现在你夺得四境第一 是让三中重新崛起的希望 所以学校才会如此重视你 不过现在一中二中的人都来了 想把你挖去 他们学校就读 而且他们给你的条件 可能更高一些 但我豁出了老脸 在这恳求你 留在三中 能不转校 便不要转校 如何 等你考上好的大学 如清北之类的 学校会一次性再奖励你十万 同时会把你的照片 挂在学校里的名人走廊 让后来的学生学习 校长 把我照片挂名人走廊就算了 太张扬 我不喜欢 至于讲学金啥的 你自己看着办 如果没别的事 我就回去继续上课了 校长听到这话也懂了 我说回去上课的意思 就是没打算转校 文锐同学 感谢 真是的太感谢了 你的大恩大额 我们三中 莫尺难忘 校长 感谢这种话 就不要再说了 毕竟我在这读书这么久 三中不仅是我母校 也算半个家 我哪有突然离家的道理 那我这就回家睡觉了 文锐同学 还要等一下 此刻一中 二中 以及一位 来自省滨海大学的古文教授 都待在隔壁会议室里 他们都说 见不到你 今天就带这步走了 所以我还想麻烦你 既然如此 那就见见北 正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 免得麻烦 你就是文锐同学吧 我叫袁肃 来自省城滨海 你用文言文写的那篇作文 简直恐怖如斯 为此 伟大早便起成赶来江城 就想当面跟你学习学习 还望不吝赐教 这位老先生 您客气了 那不过是我随手写出的作文罢了 不能算差 但也只是一般 文锐同学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中语文组组长陈泽 特意代表一中来找你聊聊 希望你能转校来 我一中就读 你就算不参加高考 都可以直接去清北 就读如何 开局就是一个王帐 此时我们校长 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小陈 你们一中有保送名额 难道我们二中就没有吗 文锐同学 我是二中的校长 顾弘毅 你别听陈泽的 举一中不如来我二中 论奖学金 我二中给的 比一中指高不低 而且我还特意邀请 来了袁教授 你在古文方面造诣很深 称之为当代 文豪一点不为过 到时候省城滨海大学古文系 或者清北大学的古文系 你任选其一如何 又是一个王帐 一中和二中开出的条件 我们三中都是给不了的 此时胡一飞再也忍不了了 迷满 你们一中二中也退不要脸了 文锐可是我们三中的学生 你们却跑到三中家门口来抢人不说 还当场竞价 又是奖学金 又是宝宋 还有王法吗 此话一出口 一中二中的老师都愣住了 没想到你们三中的老师 竟然也如此恐怖如斯 陈老师 顾校长 袁教授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宝宋推荐啥的 我用不着也不需要 你们还是留给一中二中的人吧 我没考虑过转校 若没其他事 你们都请回吧 众人都走后 校长把胡一飞拉住了 校长怎么了 我敢肯定 这些人绝不会就此罢休 估计会想别的路子 让文睿转校 校长 你的意思是 今天周六 下午上完课 高三年级也就放假了 到时候 你亲自送文睿回家一趟 并顺便做一次加法 跟他父母多聊聊 记住 不要空手去 多买点礼品 把我承诺 给文睿的两万块奖金 以及补给他这三年的一万奖学金 亲自交到他父母手中 并说明学校对文睿的重视 好 文睿别睡了 走 我送你回家 老师 你 你送我回家 我要去你家家访 顺便把校长答应给你的奖励 一起给你父母 然而此时 我家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文睿他妈 让文睿来我们出英读书 我们给一年一万的奖学金如何 我兰普出一万五 你就让文睿来兰普就读吧 我二众出两万奖学金 我四众出五万 十万 我兰普给十万 此话一出 其他学校都傻了 其他学校都是公立学校 而兰普却是有名的私利贵族学校 除了钱之外 啥都缺 所以他不惜多大代价 都要把文睿拉过去 十万奖学金 其他学校都拿不出来 而且我可以做主 除了奖学金外 文睿来兰普就读的其他费用 如火食费 住宿费 通通全面 你们觉得如何 孩子妈 家里大小事 都有你做主 你咋说 我还能咋说 要不 咱给瑞瑞打电话问问 好 赶紧打一个 就在这时 我带着胡老师回来了 胡老师看着 满屋子的人脸都黑了 瑞瑞你可算回来了 这些老师为了争议都快打起来了 尤其是兰普的老师 说只要你转校去兰普 不仅学杂费 住宿费 伙食费全面 还给你一年十万奖学金 你觉得咋样 老妈 我们家并不缺钱吧 先看看再说 儿子 既然你回来了 那这事就由你拿主意吧 罗老师 方老师 钱老师 还有其余的几位 文瑞可是我三中的学生 你们拿着东西 明目张胆的来挖然 不太好吧 尤其是其中几位 下午才从三中离开 这就来了我学生家 知道的尊称你们一句老师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们是哪家公司猎头了 为了抢人 可真是不择手段 什么叫抢人不择手段 正所谓爱财之心 人皆有之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 我下午在学校已经说过了 我就留在三中 哪儿也不去 反正三中也有奖学金 虽然不如人家十万 但应该不至于太少 对吧 胡老师 对对 鉴于他在学校表现良好 成绩优异 学校已经送了他一个 价值近两万的手机 并特意让我带了些礼物 来看望两位 同时给两位带了三 哦不 带了五万块钱 虽然比不上某些外人 但这已经是我们三中的最大诚意 白莺莺 你也跟文睿住在一个小区啊 以后放假上学 我开车来接你俩 老师 这样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接送你上学 对我来说不过顺路 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半月后便是四进复赛 还有不到三个月 便是大考来临 你若真要念我的好 就争取全力以赴 考出你的真实成绩 那好吧 文睿 上次四科竞赛都是88分 你是故意空分了吧 我说没有 你信吗 你跟老师说实话 你到底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是不是所有考试 你都能空分 想考多少就能考多少 包括竞赛在内 差不多吧 恐怖如斯 简直恐怖如斯 很快 车子驶入学校 快看 那是瑞神和白笑花吗 怎么坐着胡亦飞的车子下来了 毕竟瑞神嘛 跟班主任有关系也正常 跟小花有关系也很正常 就算同时有关系都正常 文睿 请跟我来一下 校长办公室来了几个人 都点名要找你 这位同学你就是文睿吧 我总算是见到你了 我是王明 任职篮鞋负责人 想邀请加入国家队和我的篮球俱乐部 如何 嗯 那个文睿同学 我姓王 叫王大志 是咱滨海篮球省队的教练 同样想邀请你加入我们滨海篮球省队 这待遇方面 给你的绝对是国内顶尖 年薪千万起步 你觉得如何 听见这话在场三中的老师都惊住了 包括古天璇这位校长 毕竟他们一个月工资几千 一辈子都赚不了一千万 文睿同学 我叫马小虎 是戈壁江海篮球省队教练 你去滨海省队 不如来我们江海省队 老王不过给你年薪千万 我直接给一千五百万 卧槽 且只要你在ABC联赛上获得一定成绩 还可以再加五百万 如何 完蛋了 完蛋了 我们三中 崛起的希望 要被抢走了 这胡亦非 怎么不告诉我 这小子打篮球 也这么恐怖如斯 不得不说 年薪千万确实够普通人 干好几辈子了 但我或许要拒绝 你的好意了 因为我从未想过 要走职业篮球路 对我来说 打篮球 不过业余爱好 偶尔打打还可以 让我打一辈子 我估计会受不了 文睿牛叉 是金钱为愤怒 文睿同学 我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我现在只想当个闲鱼 正常上课 考试直到高中结束 然后去青北转转 对于你的提议 唯有抱歉了 集体懵圈 他们都不相信 身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居然会不在乎金钱 荣誉 地位 接下来的日子 我上课睡觉 下课打游戏 晚自习的时间 给音音补习功课 偶尔还会到校长办公室 喝喝茶 一晃 半个月过去了 到了奥林匹克 竞赛复赛的日子 胖子 你怎么在这儿 一看你最近就是没关注我 光顾着和白大笑花凤擦擦去了 上次吃了你给的大力巧克力之后 我赢了四海和胡大军他们 所以今天我是代表三中 去省城参加体育考试的 跟你一样 也在这集合 行吧 那咱就一起上车 待会儿再给你一个好东西 胖子 这东西给你 这 瑞神 你竟然还藏了这好东西 这次提考第一 必是我的 好了 到考场了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复赛的规则 根势里举办的出赛不同 这复赛分三轮 今天一轮 明天两轮 第一轮淘汰不及格的 第二轮按照成绩排名 第三轮选取前 三十名进入省队 之后可以参加全国奥数决赛 系统发布 控分任务一 本次奥数复赛 第一轮请宿主 获得六十分 这 系统是又变性了吗 老子刚想在第一轮考满分 你却让我考六十分 是让我以最低成绩 进入第二轮吗 系统发布 控分任务二 本次奥数复赛 二轮请宿主 获得八十八分 系统发布 控分任务三 本次奥数复赛 三轮请宿主 获得九十九分 狗系统真是调皮 第一题 集合A等于XX加X-6等于0 B等于XX加1等于0 若B包含A 则A等于2 这题乍一看很简单 而仔细一看 嗯 还是很简单 第二题 五十名学生做的物理化学两种实验 你这物理实验做的正确的有四十人 化学实验做的正确的有三十一人 两种实验都做错的有四人 则这两种实验都做对的有 人 这 这题目比上次的初赛还简单吧 不过想想也对 要是第一轮就把人都淘汰光了 就不会有第二轮了 这位同学 你是一道题都不会做吗 开考不到十分钟放弃了 早知如此 你就不应该来考试 浪费你们事理的名额不说 还好人力物力 我顿感无语 为啥每次自己交卷 兼考老师都要数落自己一通 老师 我中午好像吃坏肚子了 不太舒服 要上厕所 所以再见 江城寺中的第一名苏云 看到我弃考之后感到高兴 还以为这小子是神仙呢 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但是他看到试卷后也是满头大汉 文睿啊文睿 怪不得你小子弃考 这试卷还是有点难度的 怎么样 这次考得如何 老师 我对不起你的信任 对不起学校的栽培 我肯定是一轮淘汰了 这也不能怪你们 因为今年决赛之后 还有一场国际奥数赛 所以今年的题是比以往要难很多 你们都出来了 怎么文睿还没出来 你还在等文睿吗 他早就交卷出来了 准确的说 在一开考的时候 他便弃考走人了 不会吧 以文睿的实力 即便这次卷子再难 拿七八十分也没问题 他估计是做完提前交卷了吧 老师你也太盲目乐观了吧 我跟他在同一个考场 可是亲眼看见他开考不到十分钟 便弃考交卷的 老周啊 这些小孩子的话 你可别往心里去 他们就是不服输 在我看来 你们学校的文睿 还是有点本事的 没错 能再出赛拿第一 要是没本事 那绝对不可能 但话又说回来 这次的难度这么大 文睿气考交白卷 也正常 你说是吗 在成绩没出来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不信的话 待晚上成绩出来 咱们一看便知 江城三中 文睿六十分 江城三中 江城有这么一所学校吗 文睿六十分 这个文睿是谁 为啥他的分数后带这么多问号 从未见过啊 高不懂 不理解 你 你 你居然考了六十分 怎么可能 我跟你在同一考场 明明亲眼看到 你考了几分钟便去考交卷了 那么短的时间 你连一道题都不可能做完 应该试试零分才对 那个 我说 不就是六十分吗 用不着 如此惊讶吧 我提前交卷是不错 但谁告诉你 我是气考啊 是你自己想太多了 还有 你之前不是 心心念念要战胜我的吗 这么简单的卷子 我还以为 你能考一百来着 结果却考了八分 是怎么回事 这也太菜了吧 你个骗子 欺负人 我不想活了 我要上吊自杀 我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算了 能进入下一轮就好 我说文睿啊 你可真别这样玩了 我这条老命 真禁不住你这样下啊 那个谁 文睿是吧 我可真没想到 你居然能考六十分 本来我还以为 你是零分来着 不过 对我来说 你无论是考零分也好 六十分也罢 都没啥区别 反正你已经输了 我才是最强的 我才是江城第一 至于你 不过是运气 是人罢了 我看了眼分数 他是柳凡 只考了六十四分而已 嗯 柳凡是吧 这么简单的卷子 你却只考了六十四分 居然也这么嚣张 没看见上面 考八九十的一大片 考一百的 也有好几十个吗 你若能跟他们一样 不说考一百 只要考个九十几 我还能高看你一眼 但现在 教我做人 你也配 文睿 你 怎么 你还有话说 等你什么时候 能考一百了再说话 不然的话 就别在老子面前 瞎比比 你敢不敢 在第二轮中 跟我打赌 看谁考的分数更高 不敢哦 你是天才 我是学渣 比不过你 你 你也别你啊 我的了 我就问你一句 你相信这世界上 有迪迦奥特曼吗 迪迦奥特曼 应该还是有的吧 毕竟很多人都说 行了 你觉得有就行 这样 你既然一定要跟我打赌 那我就赌了 谁要是输了 谁就当众大喊三声 你是迪迦奥特曼如何 好 我赌了 这 这第二轮的题目 果然恐怖如斯啊 就这 比第一轮的卷子 强不到哪里去啊 那出卷老师 是不是又放水了 如果这种题目 都及格不了的话 那跟战武渣 也没啥区别了 十分钟后 88分 可以了 扣掉12分 必得88分 完美 不行 要稳住 不能慌 若四棱锥 PABCD的棱AB BC的长军围 更号二 其他各棱长军围一 则该四棱锥的体积围 这题看不懂 先做下一题吧 一枚不均匀的硬币 若随机抛制它 两次均得到正面的概率 是均得到反面的概率的九倍 则随机抛制 他两次得到正面 反面各一次的概率为 马德 玩犊子了 文睿 你果然又提前交卷了 恐怖如斯 简直恐怖如斯 你小子 你肯定又空分了 快赶紧跟老师交个底 这次空分多少 这个 老师你还是别问了吧 不不不 你不说老师心里没底 就怕你因大意而淘汰 老师 放心 不管我考多少 反正能晋级下一轮 不输柳凡就是了 柳凡赶紧说说 这次考得如何 话说那文睿跟昨天一样 又是只考了十分钟 便交卷出来了 我亲眼所见 他又十分钟就考完了 这怎么可能 要知这可是第二轮啊 他真的是十分钟就交卷了 这点做不了假 那你做到现在 想必也应该没问题吧 能再得64分碾压他吗 你倒是说话了 要知道你第一轮 也拿64分了 昨晚又狂补了一番 定然不会差才对 你可是我一中的牌面啊 老师你别问了 成绩下午出来 到时候就知道了 看样子 柳凡是考不到昨天分数了 可文睿之前的表现 却和昨天一样 十分钟交卷 但面色平淡 话语自信 估计考的可不差了 只有89能得60分 这也太恐怖如斯了 江城三中文睿88分 记得第一轮的时候 他是60分带三个问号 怎么现在88分又带三个问号 谁能告诉我 这带问号是什么鬼 还有竞赛第一轮的时候 他是唯一一个60分 恰好能够晋级 现在第二轮 他又是唯一一个88分 也能够晋级 搞不懂啊 实在是搞不懂 文睿 谁是江城三中的文睿 我倒想看看 你到底是何方妖灭 服了 喊我干啥 马上就要我杀了 文睿 你看你 我早让你别瞒的 太过了 结果你还要 一而再地控分 我可跟你说 喊你的是 本次傲术附赛出卷阅卷组的组长 叫方国平 他十分讨厌那种 不尊重考试 敷衍戏弄他的学生 你让他生气 咱们可就不好过了 你就是江城的文睿 我是 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故意 你看不起我出的卷子 觉得题目太简单 所以故意把简单的题做错 第一轮考六十分 第二轮考八十八分 还刚好都是晋级的最后一名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很高兴 在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空分十分到位 老师 你可能误会我了 我可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毕竟我都不认识你 也没有啥高兴和沾沾自喜 不过有一点你倒是说得很对 这些题目确实太过简单 没啥难度 你难道不是故意在放水吗 好好好 好一个文睿 真没想到 今年的江城 居然出了你这么个怪菜 故意空分不说 还嫌弃我出的题太简单了 既然如此 那就等着吧 小张 你也听到了 我们出题子 居然也有被人小觑的一天 之前我还担心出题太难 打击了他们都信心 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 晚上第三轮要加大难 这样 你去通知一下 把复印好的A卷取消 改用压轴的S卷 啊 方老师该用S卷不好吧 那卷子太难了 已经远超负赛水准了 即便是决赛一二轮的卷子 其难度都比不上这S卷 唯有决赛三轮才会用得上 现在直接给他们做 会不会太苛刻了 咱都被人小瞧了 还管这个 如果这次不能把来自江城的那小子干趴下 那以后我老脸还往哪哥们 文睿 你这次玩得太过火了 刚才老方说了 这第三轮的卷子 会大大增强难度 恐怕要成为地狱级 老师 没事 卷子就算再难 我三轮晋级肯定没问题 放心吧 那个谁 柳凡是吧 你应该没把咱们之间的赌注给忘了吧 见柳凡不说话 我又继续开口 怎么 你不会真要反悔吧 说好的谁输了 谁就当众大喊三声 自己是迪加奥特曼 大家都能作证 谁说我要反悔了 君子一言 刺马难追 昨晚打的赌 我都记得 你用不着急我 我柳凡是迪加奥特曼 全场都吓了一跳 还有不少人把手机拿出来拍照 马德 真特么要死 愣着做什么 说好的三声 这才两声了 摄像机已经准备好了 观众也都就位了 现在就差你表演了 赶紧的吧 我柳凡是迪加奥特曼 我柳凡是迪加奥特曼 晚上七点 奥数竞赛第三轮开始 第一题 若Y等于Log2016X2X加65的值欲为二价 那么I的曲值范围是 第二题 射X为锐角 则函数Y等于S2X的最大值是 特么的 我都做好准备了 想着能够来几道 让我感到难的题而兴奋 就这种题 确定不是出卷老师再一次放水吗 我一口气做完已经能拿到100分了 可系统偏偏让我考99 这怎么办呢 有了 这里存在一个角度 而角度都有单位 要么是右上角一个欧 要么是汉语一个肚子 我故意把单位给擦掉 我果然是天才 完美 文睿考得怎么样 据说这份卷子非常的难 尤其是最后一道压轴题 甚至超过了决赛的难度 你这么快就交卷 有把压轴题做出来吗 那题不是很简单吗 毫无难度可言啊 这么说你是做出来了 所以这一轮你没再空分 能考100了是吧 100分估计不可能 99分没问题 为什么是99分 没 我瞎猜的 算了 老师带你去吃夜宵 三个半小时后 第三轮考试终于结束了 众多考生都陆续走出了大厅 文睿呢 妹的 要不是他在那华众取宠 挑衅乐卷老师方国平 也不至于把A卷改为S卷吧 文睿 脚屎棍一个 别让老子看见你 不然必打爆你狗头 曹 恐怖如斯 简直恐怖如斯啊 什么 我居然得了满分 我明明计算的 好好的 100%是99分才对 怎么会是100分 我要举报 我要重新打分 你 你要举报什么 老师 我要举报 我分数造假 此话一出 满场蒙圈 他要举报自己分数造假 难道他作弊了 这怎么可能 文睿同学 你说你分数造假是什么 难道你作弊了 作弊倒是没有 不过我的分数不应该是100分 而是99分才对 刚才我回忆了一下 突然想起第一道 解答题第一问我 有一个单位没有写 这里你应该给我扣一分 不应该给满分 听见这话 瞬间无语 文睿同学 看来我之前事务会拧 之前我已为你仗有几分本事 便张扬自傲 狂傲自大 不尊重考试 可现在看来 你非但没有张扬自傲 狂傲自大 相反 你确实很有实力 称得上是奇才一个 且十分严谨 连我都不如 怎么 实在听不下去了 从今天起 我粉文睿了 对 我也是 他就是我偶像啊 我要向他学习 不仅是实力 更是人品 文睿同学 我承认我之前错怪你 在此我跟你郑重道歉 不 老师 你没有错怪 不 我是真的错怪你了 你是个谦虚的好学生 我要向你学习 不 老师 你真的没有错怪 我真的只有99分 麻烦你重新打分吧 重新打分就不需要了 无论是99也好 100也罢 你都是这次考试的 我在乎的是第一这个问题吗 我在乎的是 完成空分任务啊 老师 这真不是第一的问题 而涉及到了数学的严谨性 别说相差一分 就算只差半分一毫 对数学来说 都是不能容忍的 我却是忘记写单位 那就必须扣一分 不然的话 就是对我的放纵 从此以后 我很有可能会养成疏忽的习惯 所以我希望老师你能重新打分 文睿同学 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数学是非常严谨学科 我答应你的要求 马上把100分 改为99分 方老师 那个我能向您请教一下第三轮最后一道压轴题的解法吗 开口的是在场唯一一位女生 被称之为四大名校八大学神之一的林浅浅 对啊 林同学说的没错 这最后一道题怎么做啊老师 我可是一点解题思路都没有 直接被扣了20分 那也太难了吧 如果决赛时碰上这题 我十有八九又要量量 老师 你赶紧讲解一下吧 既然你们要求 那就如你们所愿 不过我就不讲了 这题大家都没做出来 可文睿却做出来了 就让他站在学生的角度 给你们讲讲吧 这道题我就是乱做的 纯属虾猫碰上死耗子 就不用现丑了吧 文睿同学 你就别谦虚了 你的实力大家都知道 用不着藏着眼睁 没办法 只能不再低调了 问题 一个猎人和一只隐形的兔子 在欧式平面上玩一个游戏 这题很简单 不是吗 只要你对常识思维 等效思维和极端思维 有一定了解 便很容易得到 一 允许这只隐身兔加持魔法 可以操纵探测衣 二 受医的影响 猎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出现判断上的偏差 巴拉巴拉巴拉 我讲得很快一气呵成的 把思路讲完 但其他人却还是一脸懵圈 那个 文睿同学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 说慢一点 我没太听懂 行吧 我再讲最后一遍 这样 再这样 在那样最后综合分析1234 以及上边的图形便可清楚得知 这道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不出意外的话 这群人还是没听懂 你的解题思路太过新颖 大家一时接受不了也很正常 不怪他 其实这道题还有一种常规的解法 那就是列举法 我给大家解一个吧 随后老师开始列举 但我听了这种解法不由的叹气 那个 方老师 请等一下 你不能再列了 再列下去 可就出错了 此话一出 全场懵圈 怎么 文睿同学 我哪里出错了吗 应该没有啊 你这种解题方法不行 当你列举到一定程度 确实可以正德 是提答案为否 但这种正德 不显示过于粗糙了吗 相当于用一乘以0.001 还是约等于一 但是你一直算下去 误差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道题 还是得用我刚刚说的那种方法 听到我的话 他立马检查了一下 该死 我的方法 好像真的不行 也就是说 我一开始设想的答案就是错误 该题可谓是无解的那种 但文睿同学你 却偏偏在无解的情况下 给做出了最正确的解法 文睿你简直就是个奇才 不 只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你 恐怖如斯 简直恐怖如斯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有给他们讲解了第三遍 恭喜宿主完成精准空分 获得智力彩虹糖一颗 可算出新东西了 不过对我也没啥用啊 因为我的智力 已经是恐怖如斯的状态了 恭喜中奖 获得一公分高度 宿主可自主选择任意增加 恭喜中奖 获得单身狗手速成十 恭喜中奖 获得一百万红票票 已存入宿主银行卡 啊 啊